假期大魚大肉吃膩了嗎 今天透過鏡頭 一起來試試 好吃又健康的輕食料理 相信大家過年期間 大魚大肉吃了好多天了 今天應該來點輕食 讓身體減輕負擔 那要做什麼 好吃又健康又好看的料理呢 今天我們要請Jana 來教大家做 簡單又好吃的健康料理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大人小孩 就是全家人都會非常喜歡的 水果又肉漸成 好 我們這邊有草莓 藍莓 然後原味 我通常會選無糖的優酪 然後還有麥片 然後這邊還有香蕉跟奇異果 都是營養非常豐富的 好 那我們趕快來動手做囉 那我們在洗草莓跟藍莓的時候 因為它平常就是 農藥殘留比較多的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 草莓不要去地 就這樣子 然後直接放進去 大概讓小水流動個 大概十分鐘左右 再拿起來清洗 草莓可以切成愛心 對 那其實它切法其實很簡單 我們這邊會看到草莓的地 這個地方 那其實我們只要準備一個 家裡很小的那個刀子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這邊取一個V字型的地方 這個地方 我們就從這邊切下去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這樣子切下去 老朋友看到這愛心也會覺得 好可愛 很想吃 對 OK 那我們開始用這個杯子來做堆疊 那我們可以先放麥片 杯子我們通常不要選太大的 因為你會放很多不需要的食材在裡面 我覺得大小剛剛好就好了 像這樣子我們把那個麥片放在底部 然後我們要放草莓在邊邊 那我這邊有準備蜂蜜 它是我們杯子黏水果的好用具 所以原來不是只是把它扣著 有一些小配方我們可以利用蜂蜜 沒錯 沒錯 對 有些人會用巧克力醬 只是說如果說有些人不習慣 讓孩子吃巧克力 或是吃不健康的糖那麼多的話 我們通常都是用蜂蜜 然後有蜂蜜的話 其實它就比較不會掉落 然後優乳乳的話 你不用去刻意把它鋪平 我們就只要丟進去就好了 對 然後你看它已經有 那個漸層的效果出來了 就是再把麥片放進去 那當然說優乳你不要選那種固體到不行的 因為固體到不行的話 你可能整個就像布丁一樣 最後我們上面當然是要把它擺得 就是小孩子看得很討喜 所以我們就會可以放一些藍莓 然後我們可以再放一顆草莓在上面 接下來我們要做另外一個口味 是奇異果對不對 奇異果 好 所以就是一層麥片 一層優格 然後再一層麥片 那一樣就是 我們一樣會用一些蜂蜜在旁邊 那個奇異果本身它水分比較多 所以蜂蜜的用量 我會稍微多一點點 這邊有黃色奇異果跟綠色的 那我剛剛是切片之後再對切 那真的 這就是可以跟女兒一起做 我覺得他們會喜歡 而且就是小女孩都是喜歡 就是弄個五顏六色的 你可以讓它搭配不同種的水果 在家裡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不用害怕小孩進出它 不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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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我小孩我就是讓他大概三歲 你就讓他進來 對 就讓他 沒錯 就是從洗菜開始 然後就開始就是慢慢跟我一起煮飯 對 他們其實對廚房是很好奇的 而且不陌生 就是你讓他越早碰觸廚房的一些東西 他更知道怎麼去保護自己 對 那這邊一樣我們可以放藍莓 通常我會搭配多餘一種水果 然後去讓小孩子的營養比較均衡 然後如果說要多一點點色彩的話 我們一樣是可以把一個草莓放進來 在旁邊 然後你看要怎麼去搭配 或是說小孩喜歡吃什麼 就可以把它全部放進去 然後就依照自己喜歡的層次 去做搭配就好了